大家好 我是dj大洲 因为我的摄影器材故障 送修索尼的 那Sony的它要维修一个月 所以说我现在只用手机拍 难免会有很多杂印 好的 今天拍的影片是被遗忘的 永康站和保安站 也就是所谓的永保安康 现在看到的是在永康站这边 冷冷清清的 这是周一的下午 给各位看一下现场的一个情形 OK 现在所在的是台南市永康区的永康合车站 以前曾经轰击一时的 现在呢 感觉上就是没有人气的火车站 这个时间点呢 感觉上就是没有人气 跟以往的一气风花完全都不一样 这就是目前的永康 我站在前面 现在我们来到保安车站 这就是保安车站前的一个情形 这就是隔天的一个情形 坐那边 现在我们是瀏覽的 免费的 有时候实际 都是这么多 wish 也是这么多的 其实没想到 这就是一个家庭 那么这就是住警察庭 已經射尊照尋光 比較特別是 可以看到整個都被雀龍給包含了 OK 這個應該大家都很熟悉 台灣鐵路局的以前的車票 要找到本堂堡安站 就是有安站到保安站 但是呢 時間過去了 慢慢的都沒落 不過保安站這邊呢 它有個好處 它這邊有機車停車的位置 可是呢 在永康 永康站那邊呢 影片當中會讓各位看到 幾乎沒有停摩托車的地方 只能靠機車 這就是兩個車站不一樣的地方 那現在所在的是在 法案站它外頭的馬路上 旁邊 這邊有個休息 等於是一個公車的轉運的地方 那來到這邊呢 它轉運這邊呢 基本上 會搭到哪 大部分都會搭到 奇美博物館 這是 比較特別的地方 這邊 也都會看一下 怎麼沒有寫的 轉運的 通燒 所以說你如果 是 要來這邊 的話 可以拿 公車的地方 看到 所以 可以轉運手 那 位置呢 就是在 保安 轉運站 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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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往前面 把保安車站的方向走向 讓各位 看被遺忘的 等候 曾經風光一時的車站 那目前車站的情形怎麼樣 我們各位繼續看 不過我今天是騎車過來的 所以說基本上呢 是不會 去搭火車的 保安車站 這邊走 好了 傳統的 台灣 台南 這邊的 保安車站 這邊是屬於高雄 還是屬於 台南 正好是在交界的地方 也搞不清楚 這就是 保安車站 永安車站 我沒有拍得很清楚 齁 因為我覺得那邊 空空空當當當的 一直打開的 那保安車站這邊開的比較多 也是老式的建築物 好 他秤的應該不會好多 保安車站這邊規劃的比 我看車站好一點 那 你看他這邊還寫著 保安三寶之三 那 姿意在哪 姿意就在隔壁 穆媽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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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風鈴在用 裡面 等待要做 進得多 採訪 到外面 烹飪 他 東港 一 三 二 二 传统的小车站 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港岸站到对站水区的时间 这是电源车 那车班的执行就是接下来 周边的交通台 看一下 比较特别的是 这边比较有照景的感觉 不过 禁止吸血 禁止耗尾 椅子也用铁路早期的整路做成椅子 那坐到保安这边呢有两个比较特别的景 去一个试石谷 那还有就是 另外就是奇美博物馆 好的 影片就是DJ阿州呢 花了一点时间跑了永康火车站 还有保安火车站 那这两个车站加起来正好是永保安康 给各位看一下 希望你会喜欢我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帮我订阅 因为我现在人数啊一直冲不上去 所以说请各位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由您的支持 我才有继续拍片的动力 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吧 后悟有期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